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其实这也表面上来看不是一件大事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影响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蒙面法是基于香港一个简称叫 香港紧急法底下临时开会推出来一个新法 也就是说它打开了香港紧急法这个潘多拉盒子 这个香港紧急法我得介绍一下 香港紧急法是1922年 这是个外婆级别的法律了 1922年制定的 当时还是港英政府 英女皇时代 那么那个时候的背景是省港的 就那个时候是香港海员大罢工 那么这个海员大罢工导致社会很不安定 所以当时的港英政府就是采用了这个所谓的香港的这个紧急法案 那么后来再用过一次就是1967年的香港大暴动 这个香港大暴动也死了不少人 那么所以这一条法案是好多年没有用过 但是为什么这个市面上 市民对这个法律的反应非常大 客观来说很多商人我所了解到的 尤其是这个有一定财富的企业家和商人都非常的担心 它是有它的缘由的 因为这个法律是非常强的法律 这个法律可以临在在任何现有的法制之上 而且它可以不需要经过 这个立法会通过 它甚至可以是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对 就是有了蒙面法 基本法所规定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被它 我们叫override 就是被它超越 那么所以导致很多人的担心 就是如果你一旦可以进我蒙面 明天你可以进我银行的资金流动 后天你可以分我报馆 那后天你可以把我递解出境 那么所以这些法规 当然这个我们相信香港政府也不会乱来 但是一旦这个法律制度被一个很强的法律制度去超越的话 那么很多人就担心了 因为香港这么多年的这个经济反应 是见机在一个非常有序 非常透明 非常公平的法律制度底下 所以说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在大家这么多的一个担忧之下 我们也是看到了 可能说近期有一些香港的资金 也有在持续的流出 那可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 好的好的 其实香港的资金流出 并不是在蒙面法以后 而是在其实是前段时间的 这个反送中的骚乱 或者是骚动所产所引发的 那么这个骚乱是因为 比如说市面上的不稳定 然后有人感觉 他的人身安全受到一定威胁 包括有一些人无缘无故服侍在海上 这些都令很多人产生这个担心 我给你举个例子 现在我女儿放学 我太太就会开车接她回家 不敢让她在别的地方走动 因为担心万一失踪了怎么办 所以这是一个很确实的 对很多父母或者是在香港的 这个从商人士的一个担心 那这是一个 其实资金的流动是从大概是六七月份开始的 比较严重的是一个八月份 是 我给你分析一些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是直接从精管局的公布的信息里面出来的 那么我讲强调一点 精管局的数据一般会滞后一个半月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最早能够看到的是八月份的数据 八月份的数据 可能现在十月份的数据可能要到十一十二月份才能看得到 八月份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八月份的数据是我看到的几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就是说第一大部分的人还没看到大量的资金转出 但是有很多的人把港币转成美元 那么这个数据是八月份的话 港元的存款减少了一千一百一十亿港元 就八月份 相对于七月份而言 美元的存款减少了一千 增加了 增加了 增加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亿港元的等值美元 当然这个数据还不算很严重 但是 你看九月份你有什么预测 九月份我的预测肯定是比八月份要严重 估计应该增加两到三倍 十月份就更加严重 因为十月份 但这是市场传闻没有办法被证实 那市场传闻就是大概 光是蒙面法办部的第一天 就是要过千亿的港元的等值 这个资金流到别的地方 所以如果是这个数字 它一天就等于这个港币的 就八月份的一个月 那么可想而知到十月份 资金的流出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这个整个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资金的流出 你认为其实会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银行的一个利率会不会提升 然后所谓的也会打击楼市 毕竟楼市的一个贷款的利率 是不是也会相应的有一些上市 这里我想给大家 剖析一个市面上从来没有分析过的一个信息 我看到有些人点了一下 但是没有点得很清楚 其实香港的金管局在8月30号 其实已经意识到后面的资金的流出的一些风险 因为过往的话 每一次的资金流出 或者是港元转成美元 它会令到港元的银根抽紧 然后银行同月差息抽高 那么这样子的损伤很大的就是一个股市 股市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 1998年的这个亚洲金融危机 港股受到的冲击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 所以金管局是在2019年的8月30号出了一个公告 它说从今天开始 我们在紧急基地底下 就是借给银行的贷款 将不会仅仅是采用美元来做一个质押 美元资产来做一个质押 我这里强调就解析一点 在这个公告以前 香港的所有的港元 它一块港元就对应着 就7.85块港元 就对应着一块美元的资产 所以它的连续汇率是很稳固的 因为但是有负责用 这个负责用的影响就是 一旦港元流失或美元流失 它就会导致资金不足 银根抽紧 整个联系汇率就会 香港的就会升高 对吧 利息会升高 那么你知道 香港的这个地产的贷款 金融的各种融资 都是基于这个利息的 所以它对整个的经济状况 对这个非常的敏感 那么但是这也 这种结构也导致 美元和港元的绑定是很牢固的 为什么很牢固呢 就是每一次 当你提走美元 那么它就有一块美元资产 给它兑付 所以它永远是有一块美元资产 给它兑付的 但是8月30号以后 整个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未来呢 金管局也说得很明白 我在紧急机制底下 也就是说我特殊情况 银行资金不足了 我可以拿几块资产来质押 投资级别的几块资产 一个是美元资产 一个是人民币资产 记得吧 人民币资产 所以会 第三个是日元资产 还有就是欧元 还有英镑 这五个资产一揽子 那会不会意味着 其实现在就是港元跟美元的一个挂钩 就已经不再那么牢固 对吗 可能说未来会有一些变化 在技术上 港元已经不是绑定美元了 是绑定一揽子 那么至于你说 脱钩与脱钩是汇率的问题 汇率脱钩就是脱钩 但是在机制上 港元已经不是绑美元了 那么也就是说从这个来说 很多人如果是读到这种状况 尤其是资深的人士 它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 就我看完以后 就我的第一个判断就是 实际上已经脱钩了 只是汇率没脱钩而已 了解 就现在其实就是 港币就是已经和 一揽子的一个货币去挂钩了 对 就是一个未来风险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您那么会产生 还会有产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吗 就是 OK 这个就是这个港元和美元 在机制上的这个实际脱钩 和蒙面法两个汇集 就会使到市面的这个我们叫做商人 投资人 全球投资人 产生很多的担心 第一个担心呢 是因为蒙面法的这个所基于的紧急法的权力非常的大 它可以今天立法明天开始宵禁 后天禁止银行的汇出 大后天就是可以封了一个报馆 或者封了一个什么 那当然我们相信香港政府不会这么做 但是 但是对于很多人而言 我想指出一点 大概香港人有60多万人 都是外籍人士 他们都有海外的户口 有很多是BNO护照的 美国人有6万多 还有加拿大的 有澳洲的 他们把钱按一个按钮汇出去 是没有任何成本的事情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讲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不确定的风险之下呢 这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说已经有 开始有一些银行几对潮有在出现了 几对潮到 不能说有出现 你对潮没出现 但是现在呢 是港元的现金流失 因为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把到银行里面提一些现金在手里面 因为有的时候 这个他会担心 有一些这个不方便的东西 比如说 某些关门 信用卡不能用 这样的做一个备用 这就导致市面上的现金减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动作就是把港元换成美元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80%的资产全部都是美元 换成美元了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按一个按钮 把美元汇出去 所以说对一个资金 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严重的一个不安全感 大家都在迅速的把资金去迁离香港 对 那其实也有看到 像现在就蒙面法之下 我们也有看到就是中美贸易这一方面 也其实也是在其中也是对这个法律 也是后面的一个主推的力量 你觉得呢 是 其实我的一个观点是 其实香港的很多的事件 香港的很多的事情 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风暴眼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两股力量的一个风暴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它不仅仅是贸易 它甚至是外交 甚至是经济 甚至是货币的风暴点 所以香港未来的经济 很取决于中美之间将来是怎么个变化 它谈的成是一种情况 谈不成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双方的博弈 这段这几天应该 香港也有个资深的参议员 曾经是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好像是库斯 库斯来访香港 所以也看到美国的 这方面的政治力量 对香港这个事还是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是只要中美贸易不停 那蒙面法它对香港整个经济社会 产生的影响就不会去停止 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倒不能这么去理解 其实蒙面法不停止 资金就不会停止流走 应该是这么去理解 那中美贸易的影响 那中美贸易的影响是另外一个 互动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中美贸易能够谈成 那么香港的这个 这个香港的有一些蒙面法的 新的法规的出现 机会会小一点 如果缠不成 那么可能会 机会会 就是基于 基于 紧急法推出的新法 会增加 那么资金会 市场会更加恐慌 资金会加速流走 但是呢 现在呢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 也相当的诡异 这个各说其词 这种情况呢 已经好几次了 一年半到现在已经出现了 是什么回事呢 每一次去谈判 双方就很少有公开的公告和声明 通常都是在Donald Trump office 里面讲一个内容 Donald Trump就会发表一些内容 Donald Trump也是一个很擅长 我们叫忽悠也好 神擅长自己宣传的一个商人总统 那么每一次他就会 比如说每一次都会讲 咱们中国买了它多少农产品 那么这次呢 就很奇怪 就是这一次呢 双方达成一个意见 就是用400亿到500亿的农产品的采购 去换得不佳 那10月15号 其实也是就今天了吧 对 就今天 不加5%的关税 再不加5%的关税 那么这个看起来 这个交易看起来 是美国占了很大便宜 因为5% 如果很多商品你加到25% 这些出口的商品都没有了 你加不加5% 这些出口都没了 对 因为反正25%也承受不了 30%也承受不了 好 那为什么国家会愿意用400亿或500亿 而且是立刻购买的方式 去换减个5%的 这我就有点不明白 那么当时我收到信息以后 非常的不理解 就我觉得这个不是商人该做的交易 是吧 当然我们国家不是个企业 那后来就有点明白了 其实一方面 这个人民日报有一个叫终声评论员 这个如果是懂中国的这个经济的 中国的政治的氛围的人 终声评论员 是代表了中国很高层的发音来的 是等于是一个很重要的喉舌 他们表示如中美贸易谈判 有几个条件 就购买这些农产品 是要基于去除一些关税 在整体底下 然后而且是双方达成 是要要求 就是细节我就不用不多说了 就要求去除和减少部分的关税 但是Donald Trump 他对外讲说完全不是这么说 他说他立刻买 而且是在交 他特别发了个推 是说要在立刻购买 而且要买很多 而且是在 不是要等到我们达成初步协议的时候买 所以就两个是两个不同的发生 所以基于这两个不同的发生 我是有一个预测 两边有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又翻脸 所以说照你这么说 就是这种中美贸易上 这种持续博弈 还将会在未来一年 对 会持续是吗 很深度的影响香港 我觉得香港有几种状况 就会出现 而且这对香港的影响也非常大 要知道香港是中国的外商投资 百分之七十的来源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香港的这个融资 就是香港IPO融资 多年是赚全世界第一 其实百分之六七十也是为中国企业而做的 香港的美元融资 香港的美元融资 也有香港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百分之八十 都是就是中国的美元 美元的外债的融资 是百分之八十是通过香港 通过香港这边 就是香港这个 对 融资的这个作用 还是一直都很重要 就非常重要 所以你说香港从转口贸易 可能逐步的这个稀微了 但是从融资啊 给我们国家输送外汇的角度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是 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确实挺需要外汇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今年一到九月份 中国就是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字 就是一种通过一些暗的渠道流失的外汇 达到一千三百一十亿 一千三百一十亿 这个数字还是很庞大的 好 这非常庞大 是 那从表面上来看呢 我们的外汇储备没有减少 但是呢 有几个数据 否析了一些事情 2014年呢 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呢 里面呢 中 就也是大概是这个数 三千多亿 三万多亿美元 但是呢 那时候的外债只有七千七百九十亿美元 好 当然到2018年末 也就是四年之后 那么这个外债呢 达到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二亿元 也就是说 所以说短段四年之后 对 增加了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亿元 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外债的增加数字 对 可能你又不明白了 那既然三万多亿还在手啊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家里面有一个存款 所以外汇储备就是你家里的存款 那么在四年前 你的债务只是说七千七百九十亿 现在你的债务是一万九千六百五十二亿 增加了大概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亿 那你是不是实际流出了一千一百八十六亿 一万一千八百六十二亿呢 明白就是我们的总数不变 但是我们的债务增加了 所以我们的存款其实是减少的 对对对对 所以香港作为中国外汇投资 外汇融资的一个来源地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启动很多这些动作呢 包括可能这个星期三 因为今天是星期三了 星期二 明天会美国的众议院会讨论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律 它就是通过这个法律给香港压力 那么它后面所引来的一些东西 可以是去禁止你在香港使用的美元 人民币美元资产流到香港或香港资产流出去 或会影响香港的贸易地位 就是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 其实所有的动作不是对着香港来的 是对着中国经济来的 所以为什么所有这些动作他们谈不成 香港就变成了一个风暴眼 而且这个风暴会越演越烈 可以这么理解吗 其实美国也是通过香港这个重要的地位 来去制裁中国 对 其实它就是隔山打流 所以说我们作为香港 香港就身处在这个风暴中心 那你对我们这个 如果香港住在本地的人 你会有什么建议呢 就是我没有什么建议 没有办法有所建议 因为其实所有本地的人都知道怎么做 其实你会看到近期很多本地的香港人 在开始寻求移民的途径 这是一个把港元换成美元 也是他们一个途径 把钱换出去 就汇出去也是一种途径 这所谓自保防风 防风险的一种 这种途径 但是我觉得未来 我做一点预测吧 就是说香港的零售指数 大概8月份就掉了26% 那么未来会更加惨 因为其实你说8月初 农免办法以后 这个社会地铁都关闭了好多次 那么社会更加动荡 那么可能有一些暴力也在增加 那么所以呢就是零售肯定不会好 我的预测是如果到10月份 至少掉4成左右同比 就是至少掉4成 然后进入到圣诞节的这个假期 因为其实10月黄金周已经没有了 利点是10月黄金周是一个非常旺益的事情 是我们也看到其实零售业有开始出现的一些倒闭潮 对对 零售业倒闭潮是未来半年的时间里面是会持续发生的 而且香港的租金非常昂贵 正常的话 我觉得扛不住就立刻止损 这是商家可以做的事情 是除了零售业方面还会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预测吗 第二个就是港币连续汇率可能要关注 因为假如说它在机制上已经在脱钩的话 那么是否连续汇率能够保得住 这我有一个疑问 当然现在港币的这个我们家金管局的这个外汇储备 有4000多亿还是非常的实力雄厚 但是面临市场这么大的这个抛压 它能否扛不住呢 这里有个疑问 会我这边可以大胆的猜想一下 未来会有一些 如果真的扛不住就会有一些贬值的风险 至少是浮动吧 就是说有一点的贬值有一定的浮动 然后最终我会认为港币是会绑定人民币 港币与人民币挂钩 绑定的话会对维持港币的一个价值 其实是还是会可以去有很大的帮助的对吗 对 当然人民币也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货币 因为中国是第二经济体 但是就是说 事实上港币跟人民币挂钩的话 人民币如果出现贬值 港币就会出现贬值 但是毕竟美国是第一经济体 美元的稳定美元的强势 至少我们在预期可以看到的时间内 它不会改变 而且在欧洲经济不好 这边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就是整个的亚洲区 那么美元会更加强势 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货币 首先我觉得就是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商铺的租金 这个商铺的 就是举个例子 太古城 这个可能不是租金 这个是直接交易价格的 交易价格 近期有一些交易的中数 是下调了百分之二十几 就是那个交易价格 那当然这只是个案 可能有一些紧急要钱 要移民等等 但是这个就反映了 假如说移民桥在持续增加 抛盘会增加 而这个时候香港要比较乱 其实是没有承接的 它可以 就我预测就是说未来的半年 香港的楼市可以下跌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大概这样的一个区域 租盘现在其实已经掉了百分之二十 就是因为我在香港有一些物业的租赁 其实我们看到的指标已经掉了百分之二十 那么商铺可能这影响会更加大 这个未来的半年半年之后 就是半年的时间里面 是商铺的最低点 就是商铺租金的最低点 那么商铺的交易价格 我倒是很难预测的 因为可能在这一刻承接盘不多 那么我觉得从地产的角度来说 是这种中型的单位 也就是一千尺一千英尺以下 可能是掉的最多的 因为这都是中产阶级 首先在香港的人口结构 其实是这样的 香港的老一辈 就像我们这种年龄的 很多其实有外国的身份和外国的 就比如说编欧护照 它本身已经可以在其他国家移民 那么他们这批是现在流走的一个 因为香港人有外国护照器 尽数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帮人是最有钱的那帮人 因为毕竟都奋斗了二三十年 有一定的积累 有些积累 反而年轻人是 他怎么做钱都无所谓 因为他们的财富有限 一个富豪如果做走的钱 可能相当于上千人的存款 所以就整个香港的人口结构组成中的 最大一部分中产阶级 其实已经在逐步的流失出香港了 对 真正流失对投资的影响的 反而不是中产阶级 是比较有钱的阶层 是50岁以上的那批人 因为一方面他们也可以接近退休了 那么第二个他们大部分都有海外的 是身份和海外的户口 那么这个对于他们来说 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容易的事 大不了安定底下再回来 那么反而中产阶级 他要移民也不是那么快 起码两三年的时间 各国也在收紧这些移民的政策 所以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好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Denis给我们做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